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 天安门广场以及人民大会堂周围日前明显加强了安全警戒 就在10月28日天安门前曾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汽车袭击事件 目前警察严阵以待,部分道路关闭 着装公安便以警察安全协理到处可见 广场依然熙熙攘攘,主要景点继续开放 游客在严格控制和监视下络绎不绝 等候参观毛泽东纪念堂,需要经过严格安检 才能够进入排队区域 这位53岁的北京居民对美联社记者说警察太多了 对我来说我还没觉得什么 我就觉得警察太多了 好像就给人一种不个安全的感觉了 真的,其实也咱说回来 有警察多一点的,也可能对老百姓的安全可能会好一些 可是人家就这么一看,中国好像有这么多的警察 好像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除了天安门广场警戒森严,城区主要干道小街小巷也是如此 军警驻足站岗,游动巡逻,气氛明显不同往常 61岁的老北京居民邵文玉表达了北京居民对中共18届三中全会的希望 但愿这个会见点时效 这个房价降下来,物价降下来,实在是受不了了 现在是贫民的贫民的,太穷了 这个物价已经上天了 我们是地下的人,地上活的,要吃的,要喝的,没钱了 现在电视画面显示的是北京星西宾馆所在地 中共18届三中全会预计将在这里举行 未来几天这里将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感谢观看